鲁迅为什么最革命的人不参加革命 鲁迅是参加了革命的 还是老革命他跟邱锦 徐希林是光复会的同志 是留日学生中激烈纯粹的一群人 结合他的发型 可以想象金武英雄那个形象 他多次写文章悼念 包括著名的狂人日记 药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 围着那尖元的坟顶 鲁迅为什么没有拿刀枪炸弹去冲锋陷阵 当时有这种质疑 鲁迅也谦虚地说自己不够勇敢 但21世纪的人 恐怕不会质疑鲁迅的勇敢 坚定慷慨赴死意 长期斗争难 而且当时危机时 鲁迅是组织老师 持刀保卫学校的 中俄的历史相近 这批人跟列宁的哥哥 参加的民意党人理念相似 利用个人的牺牲暗杀 来动摇封建 唤醒民众 是特殊时期的一类精英主义 列宁鲁迅都站在前人肩膀上 选择了不同的 更先进科学的战斗方式 那鲁迅为什么没有参与任何组织 没有冲锋陷阵 第一 因为他是革命者的革命者 他是持续革命者 因为他见过了 1911至1919老革命者者的堕落 腐化看到袁世凯 阿Q们混进来窃取果实 觉醒年代有个非常好的细节 就是拍了1919鲁迅的小陈 他要更深层的革命 但他不否定革命 他认为历史就是 一浪一浪的冲刷和前进 他并不执念于 做某一浪的浪花 浪花在与某块礁石做斗争 而他在与整个海岸线做斗争 他以比为武器 持续革命 所以他在黄埔军校 对年轻人也有充满敬意 祝福的演讲 这也是为什么 他与晚年的陈托 有不少共鸣 第二 因为他是人民史官 不是精英主义 英雄主义 恩赐主义 包办主义 既然海浪有他的规律 不必替历史揪心 自己只是做好 自己能做的事情 就像白求恩 专注地做手术 坦然地死去 他为革命的熄灭 担心吗 白求恩为什么不写文章 发动加拿大人革命呢 当今的很多青年人 也要学习鲁迅 白求恩的心态 不必悲天悯人 不必把自己当救世主拿破仑 而幻想宏伟计划 不必总幻想大浪 探索好自己的人生 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不错 如果鲁迅活到70岁会怎么样 民族的良心 诛心的问题 感谢鲁迅活到了2023年 很多长篇大论 说不清楚的话 我们一句鲁迅 就说清楚了 比说列宁还清楚 这正是鲁迅的历史作用 正是有些人死了 他还活着 纪念鲁迅先生和他的战友 邱锦 徐希林们 喜欢本视频的请关注 投币 点赞吧